HELLO 大家好,又回到絕對混音DM 今次就繼續打這個天王 我的隊伍基本上已經十分齊全 也是戰力有所提升,讓大家看看 現在這個隊伍大概是這樣 主力的赤龍王或者羅天賀童都非常厲害 牛蛙軍原本都是一個戰力,70多 狸魚龍升了一點,其餘那兩隻都沒什麼升 鋼鳥升了一點,但也分別不大 而且我都試過打過一下這個天王,用來升級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其實應該都可以過得到 好,讓大家看看那些道具 這些道具就因為沒有那些特殊的道具 因為我後期沒有偷到,沒有偷那些什麼 講究位根那些系列 所以就沒有加工 即是頭帶和眼鏡都沒有 好 鯉魚龍就幫他帶個... 幫他帶什麼呢? 力量頭帶 OK 首先牛蛙軍擺頭,因為落雨是必須要的 好 而且我真的覺得水隊是一個非常強勁的隊伍 好,來吧 馬上給大家試試這個四天王 歡迎來到亂問我一樹 終於一周遊世界專注於超能力精靈的修行 然後受到這個委員會邀請成為四天王 作為考核訓練就是審核人呢? 我覺得是不會手緣的 好,四天王一樹 這裡呢 馬上換了地震連雨 因為他會用電磁波 是必定的,然後用衝浪 好,我先看吧 唉呀,忘記改了那個... 那個... 那個... 效果 不要緊,我們現在回去教 好 OK 好 好 因為沒有了這個技能的大效 就會... 一般地 因為會失去一些東西 然後這裡衝浪 審身裝 好 因為這個水隊的牛蛙軍 那個落雨天的大效 特性 對 這裡用次龍王 然後用衝浪 下隻是沙內島 照用吧 次龍王 好 剛剛打不通了 天然鳥 天然鳥我們換做... 照用吧 天然鳥 天然鳥我記得好像有蟲技 這個時候呢 打到差不多死的時候就換到天鵝床收尾 光衣貝 就是太陽衣貝 太陽衣貝我們可以用照用衝浪 衝浪 重機 寶石海星 然後換回牛蛙軍 可以再用衝浪 打 等級壓制 好 喊到雷多 再用衝浪 好 我的速度 糟糕 有點不妙 這裡用李魚龍 壓壓他的攻擊 然後再換降鳥 接著用這個... 白溫波 它用近身拳擊 然後李魚龍降低攻擊 然後用攀瀑布 好 有這些程度的實力 毫無意味合格 但是要達到訓練師的頂點之後 不斷戰鬥 繼續前進 你只會受到其他四天王的訓練 好 回復精靈 非常好 如果沒有的話應該不夠打 好 四天王阿吉 是這個現今還在生存的忍者 遇到載壓戰鬥的話 普通的方法行不通 我會施展幻術毒術 正所謂變幻治療的怪異特技 哈哈哈 搞萬力的通過不到我的審查 讓我看看你的戰術 靠萬力 真的用這個格鬥技能打不通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裡直接衝浪 嘩 這樣也不死 電鬼 被他放我釘 很害怕 電鬼 電鬼的話我們換一隻 電鬼嗎 火天鵝龍 慢慢吸收 嘩 正 大吸 一吸吸了 接著叉子風用衝浪 嘩 用這招幾乎 換隻趕了被你撞 哈哈哈 地龍蠍 牛仔關再用衝浪 好 讀十字 這裡用落天鵝龍的衝浪 緊鬼的話就是落天鵝龍的衝浪 順流光速 雌龍王的衝浪 OK 巨劍堂浪 助用衝浪 他說一開始只是靠 指示著巨劍堂浪 但是你的精靈都輸了 我們試煉你已經完美達成 你繼續向下一個房間進發 我幫你回復精靈 好 OK 水隊實在太強了 只要我 主要我的精靈回到差不多等級 他們就不夠我打 尤其是牛蛙軍這些 嘩 竟然敢用這個劍帽 電擊魔 電擊魔就是用地震唸魚 然後用地震 不用想了 怎麼這麼痛呢 看來被人爆擊 這裡用刺龍王的衝浪 火自雞還有衝浪 保護 補上去 他加速 這隻呢 這隻加速是很麻煩 如果我的刺龍王沒有這個輕快 是不夠他快 所以水隊真的 嘩 氣息腰帶 這裡有衝浪 還沒死 爆炸拳混亂 這裡換過鳥 然後再用駱駛 再用衝浪 嘩 這個真是完美 有兩隻輕快手真的不同 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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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用過百萬吸收 百萬吸收 哎呀 子彈拳 不要緊 我還有刺龍王 高速度還在這裡 不得不適應 你們靠實力通過我測試 我都沒有什麼可以說 你繼續向房間前進 好 來了 這個惡系 四天王 你似乎挺厲害 好像挺有罪 我起用的精靈是惡系 擅長毫無故技的戰鬥 是不是很厲害 面對毫無故技的精靈 你會不會怎樣戰鬥 給我看看 好 李琳 好 這條好像都是會電磁波 我記得 馬上轉 走馬威 這樣就衝浪 不易打 打死了 不要緊 這條狼狼 衝浪 大狼犬 照龍 竟然用叫聲 越伊 反而我覺得 比起第一次打這個 即是第一次玩絕對玩的時候 現在打得輕鬆了 因為水隊太強了 實在 用詛咒 黑魯家不用問了 一衝即死 紳士阿這隻麻煩一點 我們用鯉魚龍 最後用綠母 哇 20秒了 被人爆擊 用翅龍王 然後用衝浪 好 馬流賴 照用衝浪 馬流賴 冰拳 搞定 強大的精靈 弱小的精靈 都是人一雙情願 真正的強大的訓練師 就應該為自己喜歡的精靈 獲得適利而遵存力 哇 說得很正確 立刻大巴大巴掌握了 你很不錯 明白重要的事情 繼續前進 測試在下一間房間 一個在這裡立刻想起 那些小小小 那些什麼草� 等了很久 我知道憑你實力一定會來到 不需要多餘的言語 可不可以通過 最終測試 就看你和你的精靈 作為聯盟冠軍 龍之士姐到再次參賞 來吧 四天王冠軍之戰 看看是否可以贏 應該可以吧 好 第一隻化飛 馬上衝浪 哇 軟化 黑鼓龍 先換地震驢 電磁波 這裡最好用地震 我想他應該一下子打死我 還沒死 這裡可不可以用劍王呢 應該早用劍王 但沒所謂 應該死了 龍之龍王的龍之波動 報榮園 你魚龍吧 報榮園 大家都威嚇 這個時候我最好走一走才換光 他用逆輪 要不要用陽光打他一下 暈了 然後用鯉魚龍 再弄他 再弄武 混亂打自己 再弄武 好 他打不打自己 再打自己 好 這裡當然是再貪心 再貪心 再弄武 逆輪應該不死吧 不爆擊應該不死 因為過了兩下攻擊 好痛 咬他 好 是時候不斷咬 這裡斑瀑布 嘩 一月斤 這裡是刺龍王 用衝 這隻 這隻我們用刺龍王 接著用 龍之波動 不極光線是什麼效果 我看看 六十五攻 六十五攻 大概是 OK 六十五 這招呢 這招八十五 OK 龍之波動 龍之波動應該高攻一點 逆輪 哇 一下子就瞄了 不要緊 衝了 糟糕 很痛 很痛 他是不是混亂打自己 oh no 但我只剩一隻 最後是什麼 噴火龍 他還有兩隻 你先殺死一隻 鯉魚龍 但我鯉魚龍就好 自然力量是什麼 應該是三個攻擊 三個攻擊 對 馬給他 嘩 銀昏 這裡吸收 再銀昏 再吸收 再吸收 剛剛是不是打不中 還是什麼 會命中 bye 嘩 好驚險 他銀昏沒有中兩次 好像剛才沒有中 我現在心情很適 一定是見證著優秀冠軍誕生的喜悅 要比輸比賽更加開心 這個心情 又變強了 真是變強了 作為訓練師的你擁有正確而強大的心靈 精靈都會回應你 這樣的訓練師和精靈會不斷變強 供你通過聯盟第一次測試接下來 你都一名被成都地時的終級訓練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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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好,沒見了 變可靠,可以通過第一次測試也不錯 對於精靈的信賴和愛 不會被忘記一點 累積下來 最終得到這個結果 成果 即是你都很厲害 亦都很信賴你 恭喜你 今年通過第一次測試確實多 看來委員會對培養中級訓練家相當重視 現在一定要強調中級訓練家 今年確實有不少優勢訓練家 成功通過第一次測試 所以又要麻煩你了 大寶博士 好,跟我來 鼓勵你成為被聯盟承認的訓練家 嘩,中了不理由 來這裡 這裡委員會第二次測試 成為終級訓練家 此時此刻對精靈的溫柔和信賴 對自己的強大和嚴厲 擁有著重要的東西成為終級訓練家 現在就要記錄你和你的夥伴 的確比第一次測試絕對的溫柔 我想訓練的時間應該沒那麼長 第一次測試真的練了很久 好像比我一開始用大力 大力惡接著差不多八十幾九十 八十幾九十才能打贏 這次又不用了,大概平均六十幾 七十度已經贏了 因為水隊太強了 你想想,如果我再放其他水隊的主力進去 這隊真的會不得了 好 其實這一隊都可以說算是相當厲害 除了一隻鯉魚和幹鳥 還沒練好其餘的四隻都是屬於水隊的主力 可以說是 水隊的天... 水隊的一些... 嗯... 首選的精靈 雨天隊的首選精靈 好 是不是很輕鬆 我沒事,我以為是輕鬆 這裡應該重新開就可以了 這樣就不特別說了 這裡 因為只是剛剛開始 一周目的劇情 空母博士好像有東西給你 有什麼給我 好,恭喜你通過聯盟測試 現在我的朋友大母博士找你幫忙 粉露狐你知道嗎? 出現了大量B2李月龍正在調查 邀請到粉露狐一起調查 但這邊實驗室很忙 所以... 我想請你到粉露狐幫忙調查事件 拜託了 好的 粉露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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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露狐要保護嗎? 好像有隻李月龍 因為李月龍要捉 粉露狐 粉露狐放到最後才可以玩 這裡嗎? 嘩 大毛博士帶的大口福 來了 看看那邊粉露狐的李月龍 看到嗎?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有很多紅色李月龍 原本紅色很罕見 但是這裡存在著多數罕見的紅色李月龍 並且數量逐漸增加 原本是極低機率的變異 這裡就變成了大機率的事件 他們的出現並非偶然 我觀察了一段時間 即是正常鯉魚王在這裡 成了一段時間後都會被強制進化成為紅色李月龍 我猜這個變異應該是人為 最近我利用大口福調查這一帶的星牆 大口福明顯感受到怪異的星波 可能由於這些怪異的星波 令到李月黃朝著變異的方向進化 但是這些怪異的星波 存在著重疊和干擾 應該是存在著好幾個發射的站 以至大口福沒辦法跟隨星員找到他們 所以我來找你為了擺 委託你尋找這個奇怪的星波 並想辦法關閉 這個也是委員會給我的任務 即是給你的任務再轉交給我 殘榮李月龍 雜底變異的真相並好好解決事件 但是後福才會玩不到那些聲音 老實說 你可以跟著那些星波 越來越大聲 就真的 越來越大聲就真的 越來越近 這裡 這裡嗎? 發現一個奇怪的 上面有關閉裝置 以停止運作 好 OK 這裡應該算是 算是這個Pokémon 這隻改版是自己加的劇情 好 例如 跟著這裡 好 奇怪的裝置已關了 這裡應該不是 不是 應該是上面這條迷宮 應該是上面這條迷宮 先去噴水吧 好 四十多隻 要不然我怕去撞這些魚王 真的 不是這條路 應該是這裡 這裡 這裡 在這裡 這是什麼地方 第二來到這裡 在這裡 通過了冥想發現新的力量 跟你分享 技能機十個醒力量 廢技 我會教精靈 種子爆彈 神修補能力 教 六碎片 這裡 這裡 好 是不是整齊了 接著可以飛出去 整齊之後 這裡消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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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方已經感受不到奇怪的聲波 這一下 這個憤怒狐的鯉魚王應該不會被強制成為 這個紅色鯉魚龍 但是已經進化了就沒辦法變成正常的鯉魚龍 就是你們 好 既然阻止我們火子兵聯實驗 有K大眼的強制進化實驗 我這句 你們火子兵聯的實驗 損害精靈的正常生長 而盡量的實驗 可以得到什麼 你懂得玩 這個當然是為了我們火子兵聯最純高的目標 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的組織 這個世界的霸主 我們需要激發精靈的所有力量 用他們的力量 完成我們純高的目標 這些實驗 帶給精靈傷害已經無法治癒 精靈不是戰鬥的工具 精靈不是戰鬥的工具 現在就是了 小心 我終於趕東西了 我一個人打嗎 對 雙衝浪 雙衝浪好嗎 不要 一個衝浪 我龍之波動 神經病 精靈不是戰鬥的工具 立刻笑死了 唉唷 這裡有點麻煩 這裡 高音接著用龍之波動 不如直接衝浪 不如直接衝浪 不可以 高音接著用龍之波動 這樣 嘩 打不死 這隻很難打 有點難搞 這裡用衝浪 然後你魚龍用龍母 打不死妖女 唉唷 打不死妖女 這樣就 這裡衝浪 這裡衝浪 很危險 地真是獵魚吃衝浪 怕會死 嘩 超痛 空切 要玩完了 要 玩完了 輸了 就是因為大學博士一句說 精靈不是戰鬥的工具 我就輸了給火箭兵團 神經病 那一場有點難打 因為我的技能全部都是衝浪 精靈不是戰鬥的工具 又來了 哼 好 我想我先殺左手邊的 毒氣箱子好像比較好 好 高音龍之波動 唉唷 它有電技 糟糕了 先換一換衝浪 這裡用滋波動 這裡用衝浪 又是 這裡換一隻河洞 然後換衝浪 噢不 糟糕了 一隻有 這裡 這裡衝浪 再用 龍舞 唉唷又會閃電 糟糕了 這裡這麼多還會閃電 它 還有毒豆蛙 自然力量 地震 自然力量變地震 這招這麼厲害 噢不 還有麻痺 很麻煩 收回毒豆蛙 哇 那隻河洞 沒有了 這裡又要輸了 這裡 這個麻痺 閃電太煩了 電技麻痺了 我立即 打不到 這裡 重新來過 那隻河洞 撿一撿會好一點 你魚龍 你魚龍不可以出 可以知道的就是 因為你魚龍 對面太多雷技 唯一都是 要慢慢試一下 嗯 如果有雙打技能 打不到自己有 就是最好的 但是可惜沒有 我全部都打到自己有 這裡高音 然後又 其實這裡最高空是沖浪 這裡用沖浪 牛蛙軍用沖浪 刺龍龍之波龍 打這個夢魔 我 但是那不像也被他電了一下 雪妖女來了 雪妖女的話就比我快 這裡 又雙沖浪 好像不可以 換一換寵 是 換著地震鳞魚 吃一吃這個雷技 應該會有雷技打牛蛙軍 誒爆擊 是 毒爆彈 哎 炸死一次龍王 先換一隻鋼 先換一隻鋼 嘩 他在護織什麼 沒有 他在死 不要緊 一招衝浪 這裡飛天 反波 飛天 飛天打一隻河童 接著出鯉魚龍和河童 鯉魚龍用 用龍母 接著用充浪 接著用充浪 充滿吸收 OK 氣球會用 會用雷技 所以先打他 這裡用驚嚇打氣球 打不死的 OK 打不死 毒難不得 非常好 哎呀 對面的河童 對面的河童 一定會弄牛蛙軍 這裡是冰牙 咬著河童 這裡用催眠 催眠 催眠河童 oh no 哎 催眠了 噢 根本燒了雷技 沒有了 對面有很多草和雷技 有些難打 這個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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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天王 他的組合 再試一次 不行 又要升低 又要升低 氣合拳 有什麼可以弄走 煮電光速 真的沒有 我這隻蜜功 蜜功都高 不如幫他裝招蜜功試試 幫他裝招攀木步 不是牛蛙軍 刺龍王學 攀木步 不要不極光 牛蛙軍呢 物攻呢 牛蛙軍物攻也是171 幫他裝招攀木步 不如兩隻一起攀木步 整隊一起攀木步 不要煩 氣合拳 不要 不要氣合拳 不要氣合拳 不要緊 因為我這個還沒保險 所以用過發現不可以 咦 還有我發現原來他的水天氣 其實我一開始不用牛蛙軍 右上邊會放毒 不是 毒氣箱只會放毒 那些夢魔會放電 先達夢魔 兩招攀木步攀來 嘩 不夠快 不是啊 他都會用閃電 這麼久 滿地震炎魚 這裡用 攀木步 打我 樹妖女 然後 然後就 用劍網 龍之波還打樹妖女 應該肥得死 哎呀肥不死 好 這裡用劍網 這隻換了鋼鳥 哎呀 弄錯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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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不說了 哎呀 大多寵 這裡要死 好了這裡已經輸了一大半 開回 再開 重開 牛蛙軍不放頭了 既然他本身下雨 我們貨河 和再加次龍王買頭 兩隻雙輕快 試試 然後照幫他配招攀木步 給次龍王 不要不極光 再來個 先殺右手邊那隻 不對 先殺左手邊那隻 先殺左手邊 這裡用攀木步 拔木步 還是用龍 拔木步 拔木步 試試 一半左右 對 一半左右 讀起箱子 打死了 影子球 喔 麒麟奇 不用問 一定有雷技 一定有麻痺 換作地震領雨 這隻就 這隻用龍波 拔木步 打夢魔 是不是電磁波 精神干擾 一下秒就可以了 這裡 換隻鯉魚龍 雪妖女 雪妖女 我們可以龍舞 不對 這隻有雷技 換隻鯉魚龍 90%會用雷技打鯉魚龍 接著用龍波打雪妖女 打閃電 哎呀 又麻痺 為什麼又麻痺 衝浪 回一步吧 又一速 由第一個走 變成最後一個走 開始用龍波 多次曲石手 有岩石技 玩完了 衝浪 大家一起 閃電 可能有機會 說實話 有機 這裡用催眠打卡半小丑 這裡用沖浪 沒有了 還有還有還有 沖浪 還 還 出了河洞就沒有機會 催眠河洞 催眠吧 沒有中 再出面 沒有中 沒有中 唉 有機會贏 不過可能要升高一點 升高一點就夠打 好 但是今集時候玩了這麼多 都... 幾難打 剛剛成為了足級訓練家 就要打這麼難打的火子兵團鋼寶 都不是的 是兵仔 對了 今集的絕對環來這裡先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還沒訂閱的話 訂閱 下次再見 掰掰